曾經是立法機關不可或權的聲音 顛覆議會文化, 提高議事質素 前無古人, 看法都後望望者 一個所謂民航處這件事 那個總部大樓和空管系統這件事 發生在別的地方, 你幾個都要下台 我告訴你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醜聞 不只是審計署行公量席報告這麼簡單 來到我們這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醜聞 這個處長根本應該要下台的鞠躬 不過香港政府說什麼 香港被你管治, 搞這個ICC做了五年 人都瘋, 我告訴你 這樣回答問題, 基本上浪費我們時間 我們那些官員只有升官發財 就沒有問責下台 這些就是公務員發財的地方 我們的高官犯了錯 是不需要承擔責任的 玉敏爾潭搞事錄, 經典重複 全新製作配上中文字幕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播出 請付費支持, 多謝大家 我是杜汶澤, 你還不誤急? 貫律 arrival multitude 書埋 Monday 贊設聲勢力竊, 繼續青筋暴言 三軍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法公 浴敏踩場 現在同理剖悉政治 第四節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我們又講講台灣的選舉的選情 現在其實已經進入選舉階段 正在動的 民進黨和國民黨在立委選舉的初選 現在一直在舉行 有些地方已經有了結果 但是總統大選就是 現在民進黨很清楚 我在4月12日通過中緝會 征召賴清德參選2024的中華民國總統 民進黨的候選人國已經確定了 然後賴清德現在一直在做選舉工作 他也是黨主席 然後立委的提名也在他手 即使有初選到最終的提名權在他那裡 這個就是我們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已經試過很清楚 有一條標題 賴清德定於一尊 這個是去年11月 九合一選舉結束之後 現在定於一尊 選舉就是這樣 他定於一尊 所以他的民意調查 就是在他當選黨主席之後 大家預計他會成為民進黨 在2024年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唯一候選人之後 他那個民意調查 就跟侯友宜比較接近 在他未選到黨主席的時候 他是民進黨下一任總統的 就是potential candidate的時候 侯友宜的民意調查是高過他的 OK 到了他當選主席之後 這樣大家不相上效 好了 跟著定於一尊之後 侯友宜 跟他那個民意調查的差距 就拉闊了 就是他曾經最高是贏10個百分點 好了 到現在國民黨到今天為止 都未很清楚究竟是誰是候選人 那現在有兩個就肯定 是肯定的就會出來 就是 當然 侯友宜沒有宣佈的 郭台銘就早就說了 在美國回來就宣佈參選總統 而他的選舉工作已經開始了 就等國民黨做這個民意調查 看看哪個民意調查高 就代表國民黨去參選 正朝可能就沒有黨外初選 那我上次說過郭台銘有一個問題 他那個國民黨黨籍的身份 的問題 因為他退還了黨政給人 四年前 你輸打贏 要輸了法蘭澤 扔回黨政給人 這樣也可以 你國民黨有些骨氣 你都不應該征召他 說俄國做什麼民意調查 但是現在朱友倫也是會做的 因為他是有錢人 他會支持你國民黨的經費 是很嚴重的 那現在朱友倫呢 就去完新加坡回來 接著最近一個最新的民意調查出來了 這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個民意基金會的負責人是文進堂 當然他是非英系的 反 就是反採英文的 他搞過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經常做這些民意調查 那最新的民意調查呢 又有了一些變化 後友宜和賴清德的差距 熟短了 現在最新的就是賴清德33.4 後友宜是29.7 由10%的差距 現在變成剩下4%不夠的差距 至於柯文哲呢 也跳高的有22.6% 如果現在你看 29.7%加22.6%已經超過50% 如果在野可以有一個聯盟 就是說台灣民眾黨和國民黨 如果可以合起來 清德會輸 其實這個呢 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之後呢 在在野的力量裡面 大家已經會有這種看法 就是說藍白俠 但是我一直以來這個藍白俠呢 我自己覺得是不樂觀的 因為柯文哲他真是搞局 他一定選不到的 如果他去選的話 他可以拉台這個民眾黨的那些立委參選人 有一個叫做立法委員選舉的國會選舉呢 他是有選黨和選人的嘛 你明白嗎 在地區上有一些議席就是人去選的 單議席單票制 但是有部分的議席就是政黨的票 那個是用比例代表制 你計算得票總數按照比例分配議席 給你這個黨的提名的所謂這些 所謂政黨 代表政黨的全國不分區政黨票 沒有分區的 分區的就是地區 比如台北市 有幾個選區 新北市有幾個選區 每個選區 有一個議席 就是這樣 全國加起來 總共有113席的 那其中有 有三十多席還是多少 就是比例代表制 就是全國不分區的 那你提名這個政黨 排的次序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看你的得票多少 然後按得票比例來分配這些議席給你的嘛 那就是安排最重要的是 他要拿票 拿個政黨票 推動立委選舉的政黨票 他的目的在這裡 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選不到 但是一定要去選 要去選的原因就是 拼抬他這個台灣民眾黨 還有 台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你不跟國民黨 也不跟民進黨 民進黨一定是不可以喪失這個政權 一定要繼續執政 如果明年敗選 總統易衛 那個執政權 即是 被這個國民黨 或者在野 其他的黨派 拿了這個執政權的話 接下來他會被人抄家的 台灣這種民主政治就是 你貪污腐敗這麼厲害 還不挖你的案子出來 拘捕你的人嗎 是不是 他一定不能輸 國民黨 他也有一個重返執政的 這個所謂誘因 他也要跟你拼命 你明白嗎 阿民哲沒有的 所以你要 藍白俠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現在 你看一個民進黨的結果 其實接下來都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OK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後友如超越這個賴清德 那你柯文哲就會分了 這個 侯友宜的票 或者不用分 你柯文哲 譬如說八分之二十 是吧 侯友宜 是百分之三十幾 那兩個加上五十幾 是吧 不是 我說錯了 譬如說 賴清德 拿四十個百分之 是吧 然後侯友宜 又拿三十九個百分之 其他那些是柯文哲 那你已經掛得了 是吧 但是如果柯文哲 不去選 赤秋赤的話 那你要看未來的發展 赤秋赤就真的 分分鐘就不播 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那些中間選民 或者非國民黨陣營那些 但是 有非綠的 他有機會到最後關鍵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棄補 你明白嗎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有一點點不同 是吧 OK 那今天有一個新聞 就跟這個選舉有關的 那其實這個我之前都有講過 如果大家有真的聽我 講台灣這個總統選舉的話 我說呢 我說什麼呢 我說現在大家的兩岸關係的論述 民進黨和國民黨沒有什麼分別 民進黨現在說的話 就跟國民黨說的話一樣 但是他說就可以 你知道嗎 國民黨說的話就是賣台 就是起碼在輿論上是這樣 是吧 台灣的盲毛都是這樣的 OK 賴清德現在說和平保台 不說抗中保台 這個我很久之前可以講的 是吧 抗中保台這個口號 或者這個政治訴求 或者選舉訴求 在去年11月是失靈的 所以九合一選舉大敗 輸得最慘就是六刀 六個直轄市輸了四個 只保住南部高雄和台南這兩個根據地 深陸的地盤 其他四個人口最多的這個直轄市 全部是國民黨的手裡 那就開始爭底了 什麼 抗中保台行不通 難道就是和平保台 那屌你了 你和平保台 和國民黨說兩岸和平 那有什麼分別呢 請問 你真是 那你要深入一些討論 在一個辯論的時候 你可以說 你這個所謂兩岸和平 你是跪在這裡要求和平的 我這個和平保台 我不是跪在這裡要求和平的 只能夠這樣說 所以今天這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就抽回他的水 因為現在你賴清德 那個選舉工作 就是選舉工程現在 現在起動全國各地走遍的訴求 就是和平保台 可偏暴態 所以朱立倫就說 反中 又抗中 又去中 一輩子的賴清德 他都沒有說 他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主張台獨的 反中抗中的賴清德 他應該這樣說 他都沒有夠辣 選舉到了 就說和平保台 今天拿國民黨的鄉 來拜年民進黨的神主牌 我要用國語講 所以我現在練習國語 大家要出字幕的 不是大家可能覺得我的國語 吵詞不清楚 今天要拿國民黨的鄉 來拜年民進黨的神主牌 今天要拿國民黨的鄉 來拜你民進黨的神主牌 兩岸和平 是國民黨推動的 OK 你現在說和平保台 那你這個和平 當然是說兩岸和平 那你就拿國民黨的鄉 來拜你民進黨的神主牌 那是有問題的 國民黨的鄉 國民黨的鄉 是甚麼呢 兩岸和平 民主黨的神主牌是甚麼 台獨 現在大家都在這裏抽的了 看看老百姓怎麼看 其實目前的情況來說 都是民進黨勝算比較高些的 我看法就是因為人民始終就是 就是那個本土主義在這裏 已經掩蓋了 所以你這個民黨不要再說統一了 拜託 你一定死得的 百分之一百 必死無疑 就算你說兩岸和平 你也要有一個對等的地位 一定要 否則的話 你也等於投降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裏 關於這個選舉 我們每次都會講 十分百分鐘 大家有興趣 慢慢慢慢把這些 認識累積下來 因為我現在起碼 還需要一些時間 和一些人聯絡各樣 我要整理好 我才會開這個國語節目 OK 好 時間就差不多 希望大家記得 今天26日還有幾天 因為我們循例 都是要提醒各位的 現在譬如 我們看到最近直播 都有很多super check 就是多少錢 不要緊的 你看直播的朋友 你給20塊30塊 你按下去 我們都很開心 是不是 那個 那幾十塊 一百幾十都救不了命 但是 誠意可感 這個是 誠意可感 這個是最重要 我希望大家最好 加入Patreon 每個月不用麻煩 譬如你一個月十元美金 一年都是八二元美金 你自動扣數 不用麻煩 大佬 所以最好就是加上Patient 還有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流量 是有問題的 現在YouTube的演算方式 都不同的 我最近都有留意這些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講這些內容 始終是很嚴重的 而且我們是集中被檢舉的 OK 所以我們都要想一下其他辦法 如果單靠YouTube的廣告 可以做乞丐都可以了 我告訴你 所以希望大家最好就是磅水 很簡單 加入Patient 用PayPal來付款 那就最好了 我們有購物車 很清楚的 還有一宗要在這裏講一下 大家有興趣 我可能會出個通告 李怡回憶錄 5月1號就正式出版 我想已經引好了 因為在28號晚上 總編輯跟我吃飯 他就會送一本書給我 可能他還約了其他幾個人 我可能就會跟他談 你出版社可不可以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我幫你買一些 接著我們就問一下我們的支持者 或者我們的聽眾觀眾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去買李怡這本書呢 我們就說你還給郵費 我不會賺你的錢的 我寄給你 OK 我們PayPal那些會員 就有線 只要大家報名 私信我們 或者在我們的 我們好像 我們有個普羅的Page 可以留言 我去查一下 到時用什麼方法聯絡呢 我們再跟大家說 你要買這本書的話 我可以直接跟全版社 拿些書的 OK 我想我價錢就會比較 我們在街上買 然後再寄給大家 就會便宜些 有兩卷的 兩冊的 李怡的支持者 或者其他朋友 我28號 跟我總編輯 見了一面 談了之後 拿到一個好的價錢 那我就再出一個通稿 有興趣的朋友 就去私信我們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我們整理好了 就可以寄給大家 但是當然郵費都很金的 在這裡寄回去 兩本書我想都要 要不要百幾二百塊油費 三百塊是一本 我那本很厚的 我寄過給別人 三百塊是很厚的 他那本沒有我那本那麼厚的 三百塊空油 就是我那些很厚的書 這個是台幣 如果兩本我當它是六塊錢 那只有一百五塊錢 再加上那個書價 所以那個書價 我們希望拿到便宜一點 這個我順帶在這裡說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通告出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私信我們 message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安排了 那個很簡單的 給足錢 對不對 那我連郵費多少錢 好像我們以前那本書 有些海外的地方 我們都是這樣寄的 對不對 這個一定不可以通過PayPal給錢 因為PayPal扣了數 對不對 那我們要計算PayPal扣數 那就很大 那我們就虧了PayPal扣的數 所以我們直接 我們用一個方法 直接大家可以給到錢 就可以了 OK 那還有這本回憶錄 那還有這本回憶錄 就不牽涉到現在 什麼國安法 那些回憶錄 而已 大哥 講舊事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擔心的 那你就不要餵我了 OK 就不要買了 因為有些人可能要的 所以我就 當然我 我是基於情感上 我當然要幫你這本書 我也要推一下 我覺得 那他現在人不在 他人在的時候 當然他會在這裡 有開新書 發佈會 很多東西 你明白嗎 人不在 我們 還有我們有些支持者 都可能很想看到這本書 好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好